请帮我打19 小姐去帮我拿AED 紧急状况发生该怎么办 先开机 好 民众拿AED来了 模拟实战演练 就在救命令人心跳加速 心率的部分 电极的部分 不用太担心 那跟一回生两回手 好 这样就好了 OK 灾难突如其来 没人说得准 唯一能做的是平日万全准备 高雄之前也有发生一些气爆啊 灾难 经过就会觉得很困惑 今天的包扎课程 也学习到紧急的状况 如何为患者做出最恰当的处置 如果平常没有一连串 一次又一次的演练 怎么可能在 每次一有灾难发生的时候 这么有组织的上阵呢 老夫老妻一起参与 部分男女老少都来学急救 政府的人力是不足 民间的组织参与 十万自控 十万救灾救命的行列 我们的目的是要提升 具有防灾事资格的人员 跨越了年龄层很大 但是大家都是抱着积极向上 学习的心情 第一次是开放给我们的会众 参与善得刑犯 希望以后能够扩展到 整个社区 国民每一个人 都要这种防灾的尝试跟志士 通过集训 防灾事拿到证兆后 投入社区 救人也能自救 大约新闻 曾善美之公 赵国南 陈秋莹 陈青宝 高雄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วb赏支持与点点栏目